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打劫的一个阴影 其实打劫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可怕 好了 我们来看今天的题 今天两道题呢 应该说是还是比较简单的类型 尤其是第一道 第一道呢 我都不太好 都不好做提示 因为第一道题确实太简单了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局部呢 这个上面黑棋是有只眼的 那么这颗白子呢 你说要联络 比如说单纯的联络的话 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它是接不归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 这颗子肯定是死子 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死子 不变成黑棋的眼味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好 我们看第二道题 其实第二道题呢 我相信以前好像也是做过的感觉 可能也许周边情况有所改变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都看到白棋 把黑棋的气全部围住了 而且立到了一线 这边还拐了一个头 所以应该说是黑棋 凶多吉少的一个局面 至少是感觉上 已经觉得黑棋不太好了 那么这个局部呢 我们看到黑棋这个地方是一只铁眼 那么这一带呢 这么大一个空间 难道做不出一只眼吗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怀疑的一个地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跳 这个跳点呢 像是一步好棋 为什么呢 因为黑棋一挡 白棋这个地方有一班 这样子呢 形成一个打结 因为黑棋这边气紧 它不能吃 那么就双方依靠这个打结呢 可以刷掉黑棋 但这个打结 对于黑棋来说呢 比较宽松 是缓气节 而不是紧气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接下来黑棋 即便是 找不着结 游了一手 比如说在别的地方 走了一手 那么白棋还吃不掉黑棋 白棋还得紧黑棋的气 黑棋还可以提过来 就是说这个就是缓气节 所以缓气节 对于白棋来说 应该是不理想的 而且啊 我想强调的就是 而且当白棋点的时候 黑棋联络 那么这个局部呢 不管是打在这儿 还是打在这里 那么局部我们也看到 这是一只铁眼 联络很好 那么这个角上呢 也是有一只眼的 所以走成这样呢 黑棋是活气 可以做活的 所以呢 看着好像条件 外部条件 对白棋来说 都是非常有利 但是这个局部 怎么样去下 还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两道题呢 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 还是处于这个初级阶段 那么初级类型的题呢 确实 有时候是有点复杂 但今天两道题 也是非常简单的 希望其中我们呢 能够凭低感 还有我们在 这么长时间的 一个训练 对你的这个 齐心感觉的一个 那个应该说 打了一定基础之上 能够迅速的 靠自己的力量 把它从脑海里 把它完成 一会儿我们一起来看 正确答案 好 我们先一起来看 这两道题的正确答案 我们来看题 那这两道题 其实很简单 尤其是第一道 那第一道呢 应该说完全不动脑筋 那么首先 我们看这个爬 由于这个黑棋 这个地方松着一口气 那么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这个白棋肯定是 下得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走这个呢 想通过这个来破坏 白棋的眼 黑棋的眼味 也是错误的 正好这个提掉和铺 这个白棋只能 这个黑棋只能 怎么说 白棋只能走到一个 一个是接 一个是铺 它没办法同时走到 所以这个黑棋是活棋 下面这只眼是 不是这只眼 就是这只眼 总要有一个 所以这个拐和爬 都是错误的 那么接下来 这颗子 还有的下法 就是小尖 当然尖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尖在这里呢 黑棋可以靠住 当然千万不要去打吃 虽然你还是可以吃掉 但是白棋这个时候 它就把这个连回去 和这个铺 就都占到了 这样子黑棋是死棋 所以当你小尖在这边的时候 白棋 而黑棋有靠住的好手 靠住呢 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冲 这个是一个接不归的形状 这个是黑棋 把白棋吃掉了 而且有眼味 所以就要接正确答案的 那个小尖 例这个也不正确 这个是 很显然是有点 宋子的感觉 小尖是正确的 小尖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也是本局的一个要点 我们经常有说什么 凡尖无恶手 当然是指这个 在布局当中 答题死 在这个死活题的这个 当中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 这样的一个小尖 小尖也是非常有弹性的一手 也是有 也是坚实的一手 黑棋如果打白棋 就退回去 我们看到这个还原 刚才我们摆过的一个图形 这个双方呢 这个不是双方 这个黑棋就被杀掉了 没有两只眼 所以黑棋应对有误 黑棋这个时候应该靠住 唯一的一手 这个靠是好起 连这大尺 提掉 这个时候黑棋提掉 有了这个多送一颗呢 我们看到 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结 那么 白棋铺 黑棋呢 打这个结 今天这两道题 都是打结类型的题 所以走成这样呢 应该算是白棋的一个成功 白棋这个小尖呢 是我们要学习的一手 走这个不正确 打吃这 你这个时候做这个结是不正确的 对方可以打吃在外边 这个不叫打结 小尖是好棋 白棋这个 这个黑棋这个靠呢 也是 唯一的一手 支持一手 没有这手棋呢 那么黑棋也全部死掉了 提掉 这样子呢 走成一个打结 当然是黑棋的先手棋 唯一值得安慰的地方 就是黑棋的先手棋 好 我把图形还原 这道题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要 要我们学会这个小尖 当然这道题是 这个情况下 小尖是好手 如果比如说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小尖 估计就 已经就不成立了 因为什么呢 小尖的时候 我就打吃 你这个联络的时候就 联不回去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周边的情况 那么这道题呢 正好 它靠这个左边一路 可以成立 小尖可以成立 好 我们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应该说是 白出来非常简单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慢慢的来看 白棋小尖 这个点进去呢 是一个好点 由于这个黑棋 这只眼是铁眼 我们只需要把它连回去 下一手要断开白棋 那么白棋接上 这一代的联络 没问题了 那么黑棋随便一挡 已经活了 当然如果不走的话 也依然是活棋 因为白棋没办法破掉 这个脚上黑棋的眼 这个破不掉的 所以走成这样呢 黑棋已经先手活了 已经先手活了 所以这个白棋的点呢 是帮忙 其实黑棋这一代的缺陷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一代 在这一代的联络上 我们看到 黑棋的气息非常的紧 白棋不管走哪 比如说白棋在脚上 比如说像这样的 也是我们以前有搭过的 但是由于黑棋随便 他就把这个毛病补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眼黑非常的完整 那么加上这边的眼位呢 白棋是无法刺掉这个黑棋的 所以走成这样呢 应该说是 白棋就吓得很 这个应该说是 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 吓得很差 那么这条棋的净确答案呢 是搬住 搬是只此一手 也只有这一手棋 没有别的这个下法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只铁眼 不能让它轻松的连回去 那么黑棋如果断 白棋在小间 这个小间 跟这个小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黑棋一挡 白棋可以在这个地方 靠住 靠住 黑棋这个时候 有点麻烦 如果它吃的话 这个不要吃在这 吃在这的话 就形成一个双活 这个不是经济独立 是双活 谁也吃不掉谁 这个就双活了 大家都 都吃不掉对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白棋可以吃在这 这个形成一个打结 这个是景气结 刚才呢 我们摆过一个 那个缓气结 是糊在这的 这个是缓气结 这个不划算 作为白棋来说 那么黑棋 如果 铺 白棋提掉 黑棋在打 这样子呢 也是一个景气结 这个结呢 应该说 比刚才的缓气结 对于白棋来说 要好很多 好很多 那么我们来看 当白棋 搬的时候 黑棋还没有别的下法 这个 既然这个小金是要点 那么黑棋也可以占据 接下来 白棋不能打 因为黑棋一断之后呢 黑棋可以从后面 这个吃掉 这个白棋 这个棋筋被吃掉 就全部活了 也全部联络了 那么小金之后呢 白棋只能接 黑棋联络 白棋 把黑棋的气紧住 这个 这一手非常重要 紧住之后呢 再在脚上拖 这个是我们经常摆的 这个要点 拖完之后呢 一挡 就必须挡 要不然没有眼 那么 白棋再搬挡 为什么我要强调 这个气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不招换 这个时候黑棋可以接 你这个时候 再得打吃的时候 它肯定不会接在这儿 让你全副提掉 它会提到这边 你吃一尾巴 那么这个不划算 这个不划算 所以脚上我们先不要行动 先去把黑棋的气紧住 之后再来拖 一挡 一走 这样子呢 也是黑棋的先手节 依然是黑棋的先手节 那么这个应该说是 白棋非常轻松的一个 打结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有没有别的下法 今天两道棋呢 都比较简单 特别是第一手啊 都是应该说是不动脑筋的一手 那么后面的计算呢 也就跟着就出来了 嗯 黑棋还有什么别的下法呢 除了这个小剑和段 团柱啊 是坏棋 黑棋这个团是大坏棋 这样子呢 由于这个是硬腿 白棋就凉弱了 这样子黑棋是分开了啊 被断开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段 段的时候小剑 黑棋也不能吃 这个吃也是帮忙 所以单段是正确的 然后 白棋再拖脚 嗯 拖脚 是或者是爬都可以 因为黑棋也不能打 这个 白棋一般呢 黑棋是死的 那么走成这样呢 黑棋只能扑 白棋提 一打 这样子呢 形成 这个黑棋的先手节 是景气节 那么我们来看 嗯 黑棋还没别的下法呢 猴柱这个不正确 猴柱我就往里爬 这个变成经济独立了啊 打结都没有打成 成了经济独立 好 这道题 其实正确的答案呢 就是班柱 就是班柱 然后呢 而不管是段 或者是小肩 最终呢 都是黑棋的 这个先手节 当然白棋呢 没有任何的负担 作为木树而言呢 可能断在这里 作为黑棋来说 他如果最终打赢的话 他会 木树上会稍微好一点 请大家注意 打吃的时候 白棋可以接 不是连回去的 这个白棋是 回家了 就木树而言呢 可能这样子会好一点 这样呢 形成黑棋的先手节 也是景气节 这样子可能是双方最佳的一个下法 好 我把图形还原 请大家在脑海里再过一遍 像这样的一个图形呢 虽然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在对决中出现 但是啊 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觉得还是有 很有实用价值的 有时候在某一个局域部 会有一些相似之处 好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看这个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呢 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 它主要是产生于 这两个小尖里边 有些棋有可能 随手一摆这个小尖 把黑棋想得很简单 比如说黑棋打吃 或者是吃这个 那么白棋都是 卡住黑棋的眼 之后呢 再断 整成这样 当然是黑棋的死刑 显然这个是黑棋 应对有物 黑棋可以靠住 这个靠住非常的厉害 白棋这个地方 是切不归的形状 其实有出段水平的 早就看到了 当然这个出学者呢 可能我们也要给他 多摆一摆 那么小尖在这里 是正确的一个下法 那么黑棋靠住 也是必然的一手 这手棋呢 就是阻止这个 白棋联络的这个步伐 把它的棋走紧 而这个靠呢 也是我们经常 用到的一个下法 起雕 这样子呢 形成一个打结 这个结应该说是 白棋比较轻松的 即便是打输了 也是没有太多的损失 所以这个是 黑棋比较重的一个结 那么这个小尖呢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那么这个第二道题的班 其实也是需要学习的 也是这个小尖 这两道题呢 其实都是告诉我们 小尖的一个作用 当对方弃紧的时候 那么这个小尖 是非常有弹性的 也是很坚实的一手 当然在什么时候用 需要这个企业们 自己要判断计算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一挡 靠住呢 其实也是可行的 不过呢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你走这个 对方一挡 你当时这个 作为黑棋来说 如果他打输了 反正都全死掉 没关系 但作为白棋而言 他这样子的话 就给了黑棋 给了他一些木树 这个是比较细节的地方 当然我在这强调一下 也是要提醒大家 有时候打结 我们还是要打一种 就是相对于自己 比较就是有利的结 比如说将来 我也有可能打输 如果打输的情况下 这样子我的木会好一点 这个也是我们下期当中 要考虑的 如果你水平要提高 那么这个就是必须要 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 有些去骑手 他水平高 他就看得很远 他不但是看到 目前是打结 而且考虑到结财之后的 很多的下法 好了 今天的两道题 就是这样 两道题有相似之处 都是告诉我们小肩 这个非常有弹性的 一个手筋的用法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一海方言的 你猜下一步 今天的题目在棋盘上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呢 是一个局部的腾挪问题 所有的点呢 都集中在这个右边的脚上 我们来看一看 这四个点 先拿走 现在呢 等于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黑旗这一带呢 已经出去规模了 黑旗飞的时候 白旗没有跟着硬 他直接打 然后白旗 黑旗扎钉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 白旗怎么样在这一带 寻求一个腾螺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旦走不活 被对方攻起来的话 首先这个脚步已经成为实地 那么这一带呢 也是实地 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做活 那么将来这一带的 这一带不见得能围得上 因为你跑的过程 对方可以围得很大 所以最好 黑旗这个白旗这个地方 能够就地做活 是最佳的方案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A点的猜疑 加挂脚 这个想法呢 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想法 很多旗友呢 也会第一感受 想在这 然后呢 肩 你尝 白旗当然也不会死 这个也可以 当然没有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他没有眼见的两只眼 还是有被攻击的嫌疑 不过呢 这个地方要攻他 也不是特别的容易 小房子搭的也还不错 这个呢 是一种下法 当然中间有没有 黑旗有没有更加厉害的下法 这个需要旗友们自己去判断一下 我呢 摆的旗都比较平和 没有摆特别凶的旗 那么接下来看B点 B点的托呢 这个 就比这个跳一 就显得要大胆一些 那么黑旗如果搬在外面 如果碗里长的话呢 黑旗这边一接 这个 这边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白旗要求斑一下 黑旗如果接上 白旗火 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 基本上白旗已经就地做活了 而且还掏掉不少的墨树 哎 还是不错的 啊 这个变化还是不错 那么 嗯 如果搬到脚上是什么情况呢 嗯 这地方可以拐一下 如果接上的话 那么这个拐就不是先手了 就可以飞出来 啊 这样子下呢 当然也是一个 也一种下法 啊 如果立呢 这个地方 拐和飞基本上是先手 这有一个段 然后白旗再飞 这样子呢 白旗也可以得到一个 呃 不错的一个形状 啊 这个形状呢 基本上也是 基本上快活了 也是快活的一个形状 还是一个好形 所以这个拖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弹螺的手段 那么C点的点角 很显然 就是就地做活 啊 这个点角 我们看到 这边有一颗子 那么这边又隔得这么远 点角肯定是活起 那么黑旗肯定要挡在这边 这个我们都 嗯 下了很多次了 这个时候如果再爬的话 担心黑旗的扳脚 因为这边已经有紫了 所以这个时候 搬把 这个扳脚还是很大的 这个时候呢 拖先了 因为你在爬 肯定是后手 那么这个也是 把脚上活出来了 啊 转而活到脚上 这颗子呢 就当是利用一下 啊 这个呢 也是一种下法 那么最后一个下法 是这个大飞 大飞跟这个胖呢 差不多意思啊 都是想 往脚上伸展 但是他呢 也是想 并不是说 想活到脚上 而是想最大限度的 把自己的这个 根据地扩大 那么黑旗一顶 白旗长一般 小肩 这个呢 局部也快做活了 大家可以先问一下 黑旗的应手 如果黑旗利呢 这个档将来是先手 如果接上呢 啊 白旗就是 比如说往外跳 也是可以的 小肩呢 这个局部快做活了 不过也没有活进 跳起来也是可以选择的 啊 这一代的下法很多 值得强调的是 不要去走这个 因为将来对方冲你的时候 你很不舒服 虽然这个黑旗的形状 也很难看 我说将来哈 这个地方有冲 有点 所以这个局部呢 你这个下面是没有眼位的 如果要走的话 还是小肩这里 没有毛病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种 腾螺的一个下法 那么这个局部下哪一种 比较好呢 摆了这么多图 可能大家这个 在我摆的过程中 可能大家有一个 啊 这个好 那个不好的一个判断 但是我的摆的过程中呢 可能 嗯 双方 未必是最佳的应对 所以希望请我们来自己 判断一下 自己看一看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啊 作为白旗来说 应该这颗子 要死 肯定是不容易的 毕竟这个心 在腥味 如果是这个形状呢 我觉得我们就要为这个白旗担心一下了 就正因为它是腥味 所以这个地方 要活 要想做活 还是很容易的 那么这个 A点呢 就是最最传统的一种 啊 这个处理 这个箍子的一个下法 它呢 其实也是很坚实的 啊 很坚实的就出头了 啊 没有过多花俏的东西 啊 甚至于你走这个的时候 它还可以搬 啊 甚至于哈 但这样子下未必好 然后再跳 甚至于这样子下 或者它就直接在下面虎 都是有可能的 啊 那么这个也是黑白旗 比较有弹性 比较有弹性 所以这个A点呢 是传统的一个下棋的一个方式 传统的处理方式 那么B点呢 是比较这个跳 比较大胆的一种下法 啊 如果你要帮助它呢 它不是往里长的 它是往下搬 要求把这颗子联络 一起做活 啊 这个下法是 比这个A点好像显得 对这个黑旗更具攻击性 更具攻击性 那么这个C点的点角呢 啊 很显然 它呢 是看中这个脚步 和这个边控 把这颗白子损失 就是弃给它了 而这个呢 也是一种 嗯 比较清零的下法 啊 没有拖着一块跑 就放弃掉 而甩掉包袱 这种也是一种思路 啊 也是一种思路 那么最后一个点的大飞呢 这个局部呢 也是有的 啊 这个下法也是有的 嗯 黑旗的顶呢 是比较 应该说是唯一的一手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还要往里长 这个眼位 其实已经出来了 所以顶住是对的 如果它往里长 这个时候我就搬住 啊 毕竟这一代呢 还是有不少墓数的 而且你脚上活的也很小 所以这四个点呢 我们看到啊 这个也是传统的一种 处理这颗子的方式 那么C点呢 是转身的一个下法 B点碰呢 是比较大胆 相对于这个跳和这个大飞 比较大胆的一个 激进的脱这个腾螺手段 那么A点呢 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下法 到底哪一种下法是 符合这个 这个情况的呢 我们来看下一期的节目 就收到答案了 再见